雖然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已經隨下 但星期一仍然有多區出現暴雨 其中西貢區在上午 更加曾經錄得一小時超過100毫米雨量 多部車輛水浸死火被困牢中 其中一架日間展能中心的復康巴士 正乘載駐學員及職員返回中心 其間司機因為雨勢過大 判斷路面情況不安全 決定駛入將軍澳陶落路8號對出 無奈避雨不成反避坤 我決定想要進來避一避雨 那時水位就很淺 來到這裡 但是突然洪水一、兩分鐘已經浸到這裡 來得很快 被困牢 洪水來得太快 令到復康巴士避困水中情況狼狽 幸好車內的學員及職員都能保持鎮定 張先生直言十幾年來 從來未試過發生這樣的情況 而他亦都立即報警求助 最後由消防員到場協助他們疏散 各人安全無恙 ~~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